歡迎來到新世界,一個分享知識的地方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件事,就是累積財富這件事 其實如果我們將它當成一個遊戲去玩的話 一切都可以變得非常之簡單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幫到你的話 記得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如果我們將累積財富當成一個遊戲去玩的話 我們的目標當然就是盡可能將自己的資本放大 越多資本的人就將會是勝出遊戲的人 而每個人玩的時間大約只有四十回合,即是四十年左右 在這個遊戲最早的時期 我們只可以透過自己出征拿到不同的資源 所以最初的時候,基本上我們只得自己 然後我們只可以依賴自己的一些基本收入 即是每個月得到的薪金 去決定我們應該怎樣去分配這筆資源 我們可以決定用這筆資源去招募不同的傭兵 然後他們就可以幫我們去到地圖不同的地方拿到回報 大家現在可能看一看右邊 這個地圖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一些不同風險 和不同回報的冒險大陸 根據我們如果想將這些資源放到什麼地方 我們就會承擔不同的風險 然後拿到一些相對應的回報 但是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將它派到一些 例如右上角風險比較高的地區的話 雖然我們潛在的回報很大 但是也有機會會補完這筆資源 所以說到底,這場資本遊戲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盡可能做好分配資本的決定 如果我們將自己的資源分配得越好 就可以令到最後,利益到的回報最高 同時冒的風險都相對合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遊戲玩法 細節稍後會逐一跟大家慢慢去分析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所以我們一定會知道 如果我們將自己的資源都留在身邊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永遠都要靠自己出去出征 才會拿到這個資源 所以我們其實一定要盡可能在早期的時候 將我們拿到的每一分資源都拿去聘用兵 然後派到不同的地方 這樣他們就會自動幫我們創造更多的財富 這樣我們的早期優勢就會變得更加大 亦都有更大的可能在中後期領先我們的對手 所以這個位置我們要想的就是 到底我們要怎樣去調配自己的資本 然後才可以得到一個後期的領先優勢 如果我們不想落後的話 我們最低限度最低限度 都一定要將我們的資源 請傭兵放到左下角那些最低回報的地圖上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大幅領先的話 我們可能要持續挑戰死亡率最高 但回報最高就又上角那些大陸 如果你說運氣好一點的話 有機會我們可以拿到一些非常高的超額回報 而運氣更好的話 我們甚至乎可以拿到一些神秘回報 例如說是一些近有效地探索地圖的方法 或是畫一個超級巨額的財富 令我們一舉可以逆轉然後領先對手 如果你的目的單純不想包尾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打一個保守牌 也就是說 只是將自己不多過一半的資源放到危險區 大部分的錢你可能都會放到安全區 當然啦 如果你說你完全不介意的話 你真的可以包尾都可以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100%保守 但是這樣的話 你就注定不會成為這個遊戲的贏家 以及無論過了多少回合都好 你都要無限量依靠自己出征去拿資源 所以這就是遊戲的重點 就是到底我們開頭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是想做第一名 大幅領先所有對手 我們是本身排得後但想反超前 或其實我們不介意本身都是吊車尾 單純是自在一點不歸零就足夠 這是大家一定要想好的問題 就是一個有關我們做投資的時候 我們最先要解決的事情 就是到底我們投資的動機是什麼 以及我們期望的終點是什麼 當我們知道了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就可以認真把我們的資源 分配到不同風險的地區 有趣的就是 其實這個遊戲每一年都會更新的 即是說其實我們每個回合 那個地圖上都有機會出現一些 回報不同而且風險不同的地區 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就可以決定 是不是要派一些資源去開發新地圖 開發新地圖的特色就是 大部分的內容都是未知的 它有機會可以為我們帶來一個十分之驚人的回報 但是都有機會會令我們失去所有東西 所以在開發新地圖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拿捏好的尺寸 說的就是 可能我們不應該將自己擁有的所有資源 都一舉推到新領域 相反我們可能只會將自己大約5%至10%的資源 派到新領域那裏 嘗試去摸索一下到底那裏有什麼的 商機有什麼的機會可以給予我們 或者說是否單純是一片死地 如果我們用這麼少的資源去探索的話 最低限度我們都可以確保自己 拿到充分多的資訊 令到我們不會落後於自己的對手 但是來到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都會想另一件事 就是根據我們現在玩到的回合數不同 其實我們要做的決定都應該有些分別 如果我們現在只是這個遊戲的頭十回合的話 這樣其實我們應該每次有新地圖 都盡可能派5-10%出去摸索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反超前 以及做到一個領先的優勢給自己 但是相反 如果我們已經去到第20回合 我們已經在前中期累積打足夠多的資源去部署的話 這樣其實就算我們不探索新地區 都依然可以維持到領先 因為其實隨著回合數越來越少 對手只可以透過一些高風險的探險 或者一些突發的神秘事件 才可以過到我們爬到我們頭 所以根據這個思維倒退回頭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 月早建立了資源的人 基本上就可以在月早期 派更多的傭兵去不同的地方探險 收集更多的資源 累積一個很強大的早期優勢 所以早期的時候 我們應該盡量去擁抱一些 或者探索一些高風險的未知地點 希望可以令到我們在頭十年 已經擁有一筆可觀的資源 當去到第10-20回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要開始理性地分配高風險 和低風險的探險隊 講究的是可能我們要將一部分高風險探險隊 派回到中風險的地方 確保自己不會因一場意外打回圓形 到後期第30-40回合的時間 其實我們就要專注在維持自己的領先狀態 或者說保護自己的資產上 就不要過份進取 令到我們前期累積了30回合的優勢 這就是前中後期我們分別要注意的事項 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就會知道 到底怎樣才可以真正玩好這遊戲 而其實如果大家聽到這裡 應該都會知道所謂高中低風險的一些地區 其實分別說低風險對應一些債券、割債、定期存款等類型的東西 中風險的東西可能是對應一些公司債、一些不同的股票 或者一些不同的基金、指數ETF 高風險的可能就是奇權、槓桿型的操作 然後一些新的金融產品、虛擬貨幣和NFT這類資產 當我們知道了大約不同的資產 應該在什麼時間做不同的分配的話 這樣我們就可以盡可能玩好這個遊戲 都會希望我們在月早的時期 已經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資源 成為這個遊戲最強的探險隊 最後就用這個傳奇的基金經理人 彼得林區的命言做結 最後決定投資者命運的既不是股票市場 也不是說哪一家上市公司 而是投資者自己決定了自己的命運 好,那今集的內容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內容的話 記得留言點分享訂閱和追蹤阿San 不想錯過任何內容的話 記得打開小鈴鐺 阿San 會不會讓大家更深入更加不同的 投資理財商業知識 多謝各位收看,下次再見,拜拜 !